最佳我们看看国际疫情 在世界各国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之下 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了 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 再过几天的杨历12月 这些疫苗在欧美地区就可以开始施打了 真的是可喜可贺 我们真的是赶得及这最坏的时间 而在亚洲地区 中国疫苗已经在11月份开始接受一般民众的施打 当然在国际上 我们还是认为中国的疫苗不能够太被信任 即使中国是世界上控制疫情最好的 也是防御率最高的一个国家 也是一样 毕竟中国他采取的防御措施是什么呢 承认无人道没有人权的普筛以及隔离措施 强制自由的人民戴上了口罩 企图怎么样闷死百姓 这样的暴政以及的共产党 他们的疫苗我们当然坚决的不能相信他 不过能的话老师也想打两剂 我还是可以接受 当然我们追求自由民主以及言论自由最高化的 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 无论什么样状况之下 绝对不会像万恶的共产党购买任何的疫苗 我们是坚定的像英国的阿斯克捷利康 在泰国的经销商 在2021年的6月以后再提供给我们疫苗 反正我们有台湾价值 还有轮子神功来护体 我们无惧任何病毒的一个倾劳 不怕的好不好 然后在美国 与其我们在谈论了 每天他新增了多少病例数 似乎已经有点麻痹了 为什么 这大家听的听腻了 因为在每天破10万的染疫之数 这个真的是没什么感觉了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美国现在适逢了感恩节的连续假期 美国人采取的报复性旅游措施 让他的检疫已经陷入了死胡同里面 所以美国本地的感染数字 现在目前的此时此刻是下降很多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裁剪了 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 美国上空飞满了几百架飞机 不断的运送难来北往的这些旅客 为什么 因为大家闷太久了 那么12月我们可以知道 在美国会陷入一个地狱式的超级高峰 而今天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只要确定美国的此时此刻 每一天都有2000人 2000人各位 去在新冠肺炎中失去他的生命 一个月就有6万人 一定会有6万人吗 一定会有 为什么 因为他的数字只会高不会低 因为疫苗没有打 你才报复性旅游 那么老师在这里讲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在YouTube上面 我们看到一个故事 美国有的YouTube视频 他是一个医护人员 他所负责的新冠肺炎 好 来我们重新 他现在又恢复了 刚才被民主一下 刚刚被民主一下 刚刚被民主一下 好来我们先恢复 来刚才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重新讲一次那一段 因为老师不知道哪一段没有被讲到 就是说在美国的一个护理人员 他有一个病患 受到重症的女性病患 他有机会现在已经慢慢的改善了 他已经慢慢改善状况了 所以是说护士小姐每一天很积极的打电话 给他家人告诉他 你的妈妈你的妻子 现在已经逐渐的可以改善了 他每一天都有更新的状况 然后每一天每天的恢复 所以说他有可能可以跟你回去过了什么 过了圣诞节 还要过了Happy New Year 所以说请放心我们再悉心照料他 但是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每一天打电话 不知道是臭巧还是什么样的缘故 都家里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现在又开始打电话回去找他们的家人 说你现在恢复了 你们可以回去过节了 但是怎么样打不通 打不通状况怎么样 打不通状况之下 他还是得去治疗他 直到有一天后治小姐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 他的家人没有放弃这位病患 没有没有放弃这个病患 也没有也没有是说他们感觉出去玩 都没有 可是为什么电话打不通 不是他们搬家了 不是他们去领救济食物了 而是他的先生病患的先生跟他的女儿 当时在这个病患他在轻症的时候 他们在家里隔离 但他转成重症的时候 他们赶紧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去治疗 而现在病患已经慢慢变好了 但是病患好了 但是他的先生跟他的女儿已经找他一步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他们已经先往生了 这个病患 就算已经出院回家了 他面对的 一样是他的先生的照片 他女儿的照片 而这个家中再也不会有善人危惧的状况产生了 护士没办法告诉他妈妈这个病患 现实的状况 因为他现在身体很不好 但是终有一天他必须知道 他在努力抗拒病魔的时候 他身上的疾病早就已经传给他的先生 传给他的小孩 而他们都已经先走一步了 都已经先去见伤敌了 这个时候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悲伤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时候美国大法官就判定 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任何的州政府要限制宗教集会 或是无论是教会你要举办的礼拜 宗教弥撒或是回教徒你做礼拜 或是佛教徒你要做大拜拜 都是违宪的 你不能限制这些宗教人物 宗教集会大量聚集的状况 是不行的 这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那么更有一些州宣布 你不能强制百姓外出的时候 无论疫情再严重 你不能强制他戴口罩 这个举动让美国的医疗体系整体的哗然 因为美国的医疗体系到现代此时此刻 已经面临了崩溃的最后边缘 而我们所知道感恩节后的感染素 以及圣诞节的感染素 才是美国他们最需要面对的极度危险的状况 而这个状况之前 美国的医疗体系已经难以负担更多的病患病人 进去他们的医疗体系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不是有没有病医院能够收治这些病患 而是在美国医疗大型瘟疫的时候 政府是没有任何补助方式的 你看病虽然是国家认为这是很严重的疾病 对不起你还是要付照常付的医药费 国家没有办法给你去负担医药费 也没办法负责把你医好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保险 那么你会负担的将近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医疗费用 这还不是最高的 还不是最高的 还不是真正的重症 你在那边待很久的 而很多美国的民众 他早就已经失去收入了 不要说保险费 回到我们第一段 你连买饭来吃来保命的钱 你都已经不够了 又何况去讲我们要去就医的费用 那么没有就医的黑素 在家里很快就往生的 还在卫林之天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美国12月开始打了疫苗 最多也不过数百万剂 面临到数千万 甚至将近上亿人的人口的一个度假狂欢 该感恩的或许是美国以外的国家百姓 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些人没有到我们的国家里面来旅游 我们是应该感恩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来我们的国土上进行一场病毒的欢乐送 而以美国现在总计1600万人的确诊数字 美国已经到现在已经1600万了 他不是刚破千万 他已经1600万了 他是高达总人口的4%的感染率 在这个国家之中 你随便出去逛个街 你都会遇到新冠病毒 而在这个国家要从疫情之中以及政治恶斗 造成的国内外的内外重伤的状况之下要站起来 恐怕至少还得一年的时间 才能够勉强从这个大病中出狱 慢慢的去恢复轨道 而恢复之后 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见证美国到底能不能够再次伟大 而在英国、德国的欧洲国家 随着他们的大政府的禁令 就老师10月预测的 11月他们一定会进用很强大大政府的禁令 我不管你人权 我不管你任何的状况 我叫你戴口罩 我叫你不准社交 你就不准社交 我叫你封锁你就得封锁 这种很强异的社交限制 以及无视自由人权的状况之下 恭喜他们 这些国家的确诊率已经开始下降 受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 整体而言在这个冬季的疫情挑战之下 欧洲国家现在可以说是收到第一个涨获 可以有效率的降低了感染率 尽快的进行疫苗的施打 而这些国家人口与疆界并没有像美国这么样的广大 而开始施打的疫苗 他们也优先给打给了医护人员跟老人家 应该可以有效降低了感染后死亡的一个病例 而在这种大政府的措施之下 即便是重灾区的法国 也在11月初的单日新增12万的确诊数 到现在降至每日只有12000的数字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数字 他简直压下来已经压到9成的感染数了 这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而同样是超级重灾区的西班牙老师曾经讲过 他是非常高的感染率 他也从单日飙升到5万的新确诊病例里面 降至每日只有1万的确诊数字 当然他还是很高 以他的一个人口比例来讲还是很高 但是他至少已经降低了8成 可以是说在9月中以后最令人振奋的消息之一了 我们看到欧洲他们用大政府强制的措施 的确可以降低这样染疫的风险 那真的是我们要感到非常欣慰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疫情要结束 必须全部的人类 我们都必须的一起的努力 一起的杜绝 而不是只有某个国家的百姓你杜绝了 其他国家你继续生病这是好事 没有人类是会移动的 最好是全部人都能够配合这个措施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不要受到这个威胁 那才是最好的 所以说我们从刚刚讲到这些疫苗里面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人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人生最难得就是两个字叫做自律 这两个字人若自律 那么万事就可以成了 例如很多人问老师 怎么样可以修行或是念什么经最好 老师都还是一句话 如果你能早晚坚持念一段经 哪怕你只花5分钟去念一部新经 你能够坚持下去一年半载 那么这个修行就是非常好的 就是一个很殊胜的修行 老师过去看过一个老和尚讲一个笑话 他讲过什么 你们一直问我怎么样的人能够天福真寿 什么样才是长寿的法门 念什么经 修什么行 要出多少处 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们 怎么样可以长寿 大家台面下的所有的善男性理 优伯赛优婆仪 比丘比丘尼 都席耳恭听 听这个法师 你要怎么告诉我们长寿之道 他说保持呼吸 只要你能够持续呼吸 你就能够长寿 这不是废话吗 这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吗 当然呼吸才能长寿 但是也就是这样的心态 他滴水穿石 他把功夫做足了 自律了 他成为高僧 其他人的 当然就是一般的和尚 对不对 出家人没有每个都很殊胜 但是殊胜的 为什么他自己殊胜 所以他懂得自律 而我们刚看到了 无论是欧美或是亚洲的疫情 都在这两个月 也就是2020年的12月 以及2020年的1月 都会进入一个极度的黑暗的时间 这个时候疫苗生产的速度 以及各国分配疫苗的一些富人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不会在2021年3月之前 可以分配到这些疫苗 无论是中国 或者是香港 或台湾 或是美国 都是一样的 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国家 在2021年的4月以前 想要恢复大部分的经济 以及社交活动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 如果要战胜疫情 很简单 戴上口罩 少出门 在家里看老师的视频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防疫措施 各位说对不对 当然 人家还有说是12月份 会不会有一些变革 像老师之前预测的 就怕明年会有一些的突变的病毒 或是动物性的病毒 比如说像日本 现在就有禽流感在日本产生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的 谨慎的度过这个时间 人能不能升天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能做好 我们能做的事情 而不是放任的 让自己以自由为民 而没有自律的生活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吗